大家好 张太公呢一年前开始做油管频道的时候呢 我当时就说呀 按照习近平走的这个路子呢 他会重回计划经济 国家呢会闭关锁国 当然这个观点呢有的人赞同 有的人呢也不太赞同吧 觉得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 怎么还能倒回去呢 那么我们看从他现在对这个市场的一些调控啊 你看他对这个供销社的恢复 农村合作社的恢复 包括对国营企业进一步的扶持 对这个民营企业开始了打土豪 那么这些迹象呢 大家开始逐渐明白了 而且这个过程呢 他通过今年的这个疫情呢 已经反复演练了几次 很多地方把这个计划性的投放物资呢 已经做到非常的精准了 那么我想他也是对这块啊 越来越有信心 因为他认为老毛为什么不成功呢 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比较落后 他认为现在不但生产力发达了 而且呢 我的高科技管理手段 更是弥补了老毛以前的不足 对不对 你像现在的这个手机 那么可以说就是每个人的一个电子疗控 就把你定位的死死的嘛 而且从现在遍布全国的这个摄像头 再加上人脸识别的普及 那么可以说他已经呢 把全中国呢 打造成了一个电子监狱 就是各小区 各单位 就是一个大监区 然后每家每户呢 就是一个牢房 对不对 他已经有这种模式了 那么在这种模式下 他进入计划经济实际是很容易的 五中全会以后呢 习近平的权力就更大了嘛 他等于说没有指定接班人 他要永远为人民服务下去 直到他鞠躬尽瘁吧 那么谢谢对内的啊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 对外的闭关锁国 现在已经提上了日程 中国移民局呢 现在已经发出了通知 严控不必要的人员跨境活动 从严审批出入进证券申请 就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不必要的呢 你也不要乱跑了 对不对 你就老老实实的带到国内 我们把这个文件给大家读一下啊 11月12日 国新办召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介绍加强冬季疫情防控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有关情况 移民局副局长尹城基 针对冬季口岸边界外防输入工作 进行了介绍 尹城基指出 要严格控制不必要人员跨境活动 从严审批中国公民旅游等 非必要事由的出入境证券申请 劝阻和限制内地居民旅游探亲 防有等非必要的非急需出入境的活动 这是他的一个表态 那么他的这个表态呢 还是在这次防止疫情的大会上做出的 那么我们看中国的事情啊 我们要看他真正的用意 那么他这个防止疫情呢 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 包括现在采集你的信息啊 他也是以这个防止疫情呢 来做的借口 你这次的健康码对不对 通过强制推健康码 实际就强制采集了个人的生物信息 对不对 中共干这些事情狡猾狡猾的 他只要给他弄一个怪面堂皇的东西 他底下就能放开手脚去干 比方说我们现在要搞这个陈中村改造了 要搞这个老旧城区改造了 那么这个帽子往上一戴 那么底下就开始大面积的强差民宅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道理 你不要看他上面那个帽子是啥 看他底下实际要干的是啥 就跟这个一样 对不对 口头上是为了防止疫情输入 实际呢 就是限制你们出入境 特别是限制你出境 一旦落实以后 就把你卡住了 对不对 他从审批环节就开始严格卡控 那你咋出境呢 实际我们在说这个的时候呢 往往是把闭关锁过一块说的 那么从中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锁国相对容易一点 闭关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他毕竟是加入WTO这十几年的 他也是国际经济大循环中间的一个环节 他也需要依靠国际上的支持 那么他完全的不让外国的东西进来 那么现阶段他还是达不到的 虽然你口头上说自立更深 但是有的东西按照中国的那个科技水平呢 他还达不到 最明显的就是高清科技这一块 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芯片这一块 实际还有很多东西 不光是芯片啊 我们最能感觉到的就是芯片这一块 还有一个刚性的就是粮食问题 那么你粮食现在如果不进口 中国人就是吃不饱嘛 对不对 所以你完全闭关 这个还是比较难的 但是他锁国是可以的呀 我先限制国内的一些东西不能出去嘛 现在最明显的是 第一个 钱不能出去 到习近平接班的时候 上面呢 给留了有三万多亿的外汇储备 那么让习近平这几年大撒币呢 也折腾的差不多了 现在好像余了一万亿左右吧 这些钱就成了宝贝疙瘩 因为你要买外污的东西 你必须得有美元呀 那么现在呢 在他外汇储备减少的情况下 他首先就是这块 你就不要吵歪诺了 现在生在海外的人都知道 从中国呀 想转出一点美元来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这是其一 那么第二呢 他再看啊 这几年跑的人太多了呀 把这些有能力的人呀 也就跑完了 有能力的人里头 包括有钱的 也包括一些有知识的呀 对不对 这些人呢 跑的也非常厉害 那么他就是要自力更深 他也得有人才呀 所以他从这个签证源头上 就限制你 让这些人呢 也别出来 那么就是 你知识精英跟财富精英 你都别出去了 钱更不能出去了 他从这个签证申请上 就卡断你 以前呢 大家也都听说过嘛 政府机关的人 要上交护照 最后呢 延伸到 学校要上交护照 有的地方呢 医院都要上交护照 对不对 但是底下广大的老百姓呢 还是有护照的 而且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呢 或者是有能力的人呢 人家有几套身份证 对不对 人家可以用别的身份证呢 也去办这个护照 那么他现在可能又会叫停这个护照办理 就是你没有特殊的情况 就不给你办护照 就是又回到那个八九十年代 那你想想 那个时候办护照是多么的困难 你看江泰公那时候 九十年代最早出国前 那个办个护照呀 真是花了几个月 审查也非常的严 最后才能办下了一本护照 那么他这次控制以后 可能就是从各个方面就不与你方便了 那么我从这个体会啊 这就是他的锁国 我先把国门锁起来 让这个国里头的人 你也不要给我跑出去了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你包括现在 他为什么在西南边境上要扎墙呢 对不对 就是因为现在一些产业 移到东南亚去了以后 这个中国的一些工人要跑过去打工 那么这些工人等于说是一种熟练工人 别人才要呀 他也是怕这些工人流失 不光是面子问题 所以他才要在那 现在说的是架铁丝网 又要什么建墙了等等 不让人员流通 他就是一种锁国政策 就是你们这些韭菜 只能生活在国内 只能让我党国来搁 别人想搁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况且前两天 他不是对这个六个国家 又实行了那种中国人回国的禁令吗 就是你要回来 你必须提供48小时的两次阴性证明 那么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中国人 基本上就等于说回不了国嘛 他这个管控是非常厉害的 他就是想把这个中国人啊 跟外国人彻底的隔绝看 那么现在呢 我想这是第一步啊 人员上的隔绝看 这个资金上的隔绝看 那么再往后 我觉得他会在通信方面 可能也会控制 就比方说 美国前一阵要进微信了 可能过一阵 中共就不想让你用微信了 不光是防火墙 就是你就不能跟外网接了 就是你们这些人 把思想都给我进化了 不要跟外国人去接触了 你像江泰公这样的节目 你也不要看了 这些人的言论 都是诋毁跟腐蚀我们共产党的 对不对 都有可能性啊 你像现在有个很可怕的言论啊 就是我前两天 跟我老爷子通电话啊 我老爷子给我讲了个啥 就是中国搞的不行 现在这个世界上啊 谁搞的最好 朝鲜搞的最好 金正恩搞的最好 对不对 他说你看朝鲜人多幸福 他现在是宣传这一套的 很多人都相信了 我们家的老爷子 是我们家唯一不五毛的人 但是人家通过这种上下的宣传 老爷子相信了 他认为朝鲜就是很好呀 对不对 虽然这个人们生活的档次低一点 但是住房不要钱 上学不要钱 这个看病不要钱 对不对 人家把这一套一宣传 你看看 就是慢慢的这些中国人啊 被这种思路就带的呢 直奔那个朝鲜的康庄大道而去了 真是的 因为中国人这个思维啊 我们不要说像我父亲那么大的人了 就是跟江太公这么大的 甚至比我再小一点的人啊 很多人就没有学过逻辑这门课 你像江太公是上了大学以后 才是学的形式逻辑 对不对 那么很多像高中毕业的人 初中毕业的人 就没有接触到这种思维方式 他怎么会有这种逻辑推理的思维呢 他看待任何事情 他都是一种极端的呀 他都是一种非黑即白呀 他不能使用这种辩证的 这种逻辑的这种推理 他不能使用这个 就跟为什么很多人看美国这个大选 就说这次假如民主党上台啊 美国就是烂的一哈糊涂 就是变成了共产主义 对不对 他就是这种思想 他不能理解这个 两党在这交替执政了几百年 对不对 他不能理解这个事情 所以中国人的这种思想呢 也很容易被这个统治阶级的所左右 况且中国人一出生 就一直在被洗脑 那么现在继续洗 也没有啥好说的 所以呢 我看了这个消息以后呢 我就感觉到 闭关锁国的第一步 已经开始了 就是锁国 那么下一步呢 可能到一定的程度 他也会闭关 就是彻底跟国际社会 格列干 来一个自我循环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 奔向那个 跟朝鲜一样的 康庄大道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着这样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